阿里路呀 各位亲爱的掌职负责人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 感谢主今天晚上 我们借着以法大开了吧 这个题目 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互相勉励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七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 马可福音第七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 新约五十七页 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节 我们来看过一次 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 经过西顿 就从迪迦波利境内 来到加利利海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节的人 来见耶稣 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 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 吐唾沫抹他的舌头 望天叹息 对他说 以法大 就是说开了吧 他的耳朵就开了 舌节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嘱咐他们 不要告诉人 但他越发嘱咐 他们越发传扬开了 众人分外稀奇 说他所做的事都好 他连笼子也叫他们听见 亚巴也叫他们说话 阿们 这就是这个段落 主耶稣医治一个耳聋舌节的人 主耶稣说 以法大 这个中文就是开了吧 以法大是亚兰文 那么打开这个人的束缚 开了这个人的捆绑 让他可以进入另一个境界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借着 以法大 也就是开了吧 这个题目 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恩典 以及主耶稣的旨意 那么在这里 三十一节提到 主耶稣离开推罗的境界 然后经过西顿 前面主耶稣推罗的地方 我们知道 这个一个被鬼附的 这个女儿的妈妈 来求耶稣 来向耶稣祈求怜悯恩典 耶稣考验了她一下 这个妇人非常有信心 所以主耶稣就成全了她的信心 按照她的信心 成就她所想要得的恩典 医治她女儿 这个是一个外邦人 主耶稣从推罗 调到经过西顿 所以这是一个远的路途 因为后来又回到 这个加利利海边 就是从前主耶稣 让一个被鬼附的人 得到解脱 得到释放 所以看到主耶稣 特别走这段路 也看到她特别施恩典 来让我们今天也领受 共同蒙恩 我们来看主耶稣说开了 那应该怎么样来被主耶稣来打开 主耶稣用什么方法 主耶稣也希望我们得到什么样的释放 我们看这个人的故事 这个人的医治来学习 我们来说几点 以法大是要打开 那开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 第32节 32节有人带一个耳龙舍姐的人 来见耶稣 来求主耶稣按手在他身上 所以可见 希望这个耳龙 讲话不清楚 甚至是难以表达 甚至是接近哑巴的人 来得到主耶稣的医治 所以这个有人带来 我们都看到很多的神迹 是有人来协助这个事情 不然以受捆绑的人 受苦的人 软弱的人 甚至他是听不见 讲不出来 讲不清楚的人 很难来到耶稣跟前 跟耶稣表达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爱心的一个故事 有人带领人来见耶稣 来蒙恩典 但是这个人 希望耶稣 按手在他的身上 所以这就是人的想法 我们有时候引导人 来到神的教会 来听福音 希望他来接受这个救恩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 你就按照我们所 告诉你的方法 按部就班 我们甚至希望说 主耶稣你就 医治他现在的软弱 医治他现在的病痛 这是我们的想法 主耶稣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主权的神 他不见得要按照 我们的想法来做 我们不能要求耶稣 一定要怎么做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方法 让我们来做学习 我们来看33节 主耶稣并没有按人的希望 说我直接按手 在这个耳聋的人 舍戒的人的身上 主耶稣第一件事情 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 所以我们能看到 这个人最后 他耳朵打开了 舌头打开了 清楚了 但是首先主耶稣 领他离开众人 这是一个主耶稣的提醒 也是主耶稣的爱心 细心 主耶稣的体贴 这个听不见的人 没有办法表达的人 剩下眼睛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很多人 所以大家争先恐后要来看 所以会指指点点 会给他意见 可是他会很紧张 他听不见的 他也无法表达 我内心的疑虑 我的恐惧 我的担忧 所以主耶稣 体贴这个人的软弱 把他带离开众人 那意思是怎么样 其实人要来得神的恩典 其实恩典从耶稣来 不是从众人的热情 众人的这样的一种 各方的意见来完成 主耶稣带他离开的时候 其实让他的眼睛专注 让他来看主耶稣一个人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主耶稣的体贴 去除他的环境的干扰 去除他的这种 庞杂 这种受人影响的 这样的一种软弱 主耶稣把他带离开众人 他这时候只看到主耶稣一个人 所以我们第一个说 如果要打开人的一种捆绑 先让他眼睛要打开 所以第一点我们来谈 眼睛要打开 在马太福音九章里 我们来看这个 一样一个神迹 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另外一个 这个虾子得一致的过程 马太福音第九章的三十节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节 这里他们的眼睛就 这里是提到两个虾子来求医治 然后呢 他们眼睛开了 主耶稣谢谢祖父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叫人知道 主耶稣提醒他们 但是他们三十一节出去 就把耶稣的名声 传遍了那个地方 所以主耶稣的吩咐 他们没有认真听 当眼睛一打开的时候 看到这个花花的世界 看到了这么多的人 很兴奋 很开心 就失去了焦点了 主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所以呢 人眼睛开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没有看到主耶稣 就看到这个世界 那么又把焦点转移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节经节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三节到第四节 第三节说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第四节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基督是神 基督的荣光 可以照耀人的内心 所以人眼睛专注在 耶稣基督身上 他就可以看见 生命的亮光 看见救恩的这个泉源 看见永生的盼望 但是有人不信 所以眼睛是被弄瞎了 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不信的人为什么不相信 明明看见 但是因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今天的福音 没有那么容易可以传开 人没有那么容易的接受来相信 因为心眼被世界的神 也就是撒旦 魔鬼 把他遮蔽了 所以他看不见 或者有看到也信不下去 看不清楚 所以是心眼还没有打开 所以就把福音的这样的美好 看错方向 看成是人的爱心 或者是人世间的一些物质的好处 所以第一个 如果要开 要开什么 要把眼睛 心眼打开 心眼打开是重要的 所以主耶稣说 开 要让人从眼睛先打开 内心的眼睛先明亮 我们来看一些圣经节 主耶稣所说的 路加福音十一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这里有人要来求耶稣行神机 但是看似要来渴慕神的奇迹 神的作为 其实是要来试探神 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了 大家三十四节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所以三十五节 你要省察恐怕里头的光 或者黑暗的 三十六节 若是你全身光明 毫无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所以主耶稣在提醒人 不是你眼睛看得见世界 看得见人事物 看得见这些 你所认为想看的 这样就够了 身上心里面的灯 眼睛要明亮 所以要主耶稣提醒我们 灵魂的眼睛要打开 心眼要明亮 那我们内心就有神的光 神的真理照进来 那我们全身就会明亮 就不至于走了偏差 我们就知道要追求的 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不要让自己黑暗了 这是主耶稣的提醒 心眼的重要 心眼的明亮 带给我们生命的亮光 所以这个要把 首先要把眼睛 心眼要把它打开 打开的时候看到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诗篇 一百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一十九篇 心眼如果明亮 我们该看什么事情 我们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第十八节 诗篇一百一百一十九篇 第十八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十八节 九月七百四十七页 十八节说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这就是我们打开心眼 所要去认真看的事情 看神的律法里面 有什么奇妙的事 这才是重要的事 刚刚提了 世人不肯信 因为心眼被世界的神 这个恶者魔鬼 给弄瞎了 给遮蔽了 所以那个台湾话 讲的蛮有意思的 眼睛被 这个 这个 什么吧 蛤蜊吧 蛤仔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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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讲 后来研究一下 那个蛤蜊 那个就是白色 这跟我们眼睛的眼球 大部分一样 如果被遮住了 其实它是形容小朋友 那些恶作剧 贴住眼睛 去蒙蛤蜊 把他贴住眼睛 看不见 就是这种 有点 台湾话说 白目 模糊不清 世人不明 这个 心智不成熟 所以 有一点这样的意味 神的律法 有奇妙 不只是表面 当我们在传福音 不只告诉人 你有信心 并会得意志 更重要的是 你来 究竟这个生命的光 你的生命会 重生重大的改变 有永生的盼望 你的生命的本质 会 回到荣耀的 神的形象 造物主创造的 那个初始的美好 然后用这个美好 进入到永恒的 永生 这个盼望里面 所以 我们要看得很远 所以这个眼睛要打开 今天的世界 甚至我们 基督徒 有时候也会迷糊的 因为3C 让我们眼睛 一直盯着它 然后盯到眼睛 被蓝光给伤害了 然后就头昏脑脏 就看不清楚 就时间不够 所以啊 这个多元的讯息 各种思想 甚至有一端 混在里面 我们看久了 看到习以为常 看到分辨不清 所以呢 世界 世人虽然说 被世界的神蒙蔽 基督徒也要小心 被这个世上的事 被这个撒旦 所布下的陷阱 把我们眼弄的眼睛 都昏花了 所以啊 我们讲求眼球保养 大家会讲 要吞这个叶黄树 要多多吃一些补品 不要忘记 把我们心里的眼睛 把它顾好 求神帮助 让我们来思想 祂律法的奇妙 求神开我们眼睛 我们会 要照顾我们肉体的眼睛 鼠林的眼光呢 心眼 求神为我们打开 求神为我们保守 来让我们看见 祂律法的奇妙 不只是要看见世界 还要看到耶稣 看到救恩 看到永生 所以这第一点 眼睛打开很重要 它是第一个关键 我们回来看 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 马可福音第七章 所以在三十三节的时候 主耶稣首先 把这个耳聋世界的人 先解决第一步 先带离开 环华的世界 让他专注主耶稣一个人 让他也不要 被纷扰 被影响 所以这个很重要 接下来主耶稣开始 用他们的 所了解的动作 来引导他 我们看三十三节 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三节 这时候 主耶稣就用指头 探他的耳朵 所以第二步 他是一个耳聋的人 所以主耶稣 手指挖他的耳朵 让他看见 现在主耶稣用手 探他的耳朵 要做什么 要把他的耳朵打开 以前耳朵听不见 所以第二点 要开什么 人应当把耳朵打开 所以耳朵打开 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常说 十龙九雅 十个龙子 九个没有办法说话 为什么他讲话 没有办法说 我没有办法清楚 因为他可能听不清楚 第二个 他根本就听不见 所以就影响他 没办法讲 所以要能够讲 先要能够听 所以主耶稣先来 医治他的耳朵 也告诉我们 一个眼睛看到 主耶稣救恩的人 要祈求主耶稣把他的耳朵打开 我们来看 耳朵打开的重要的关键 求神来帮助 以赛亚书五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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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到第五节 以赛亚书的五十章 第四节到第五节 第四节 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 来扶住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够听 像受教者一样 第五节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背 也没有退后 这是一个甘心传道的人 一个领受责任的仆人的祷告 就是以赛亚先知的 常常的祷告 他的一个信心的倚靠 他求神 似他有受教者的舌头 他想要传达神的言语 神的这样的旨意 来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每一个以色列人 都需要帮助 但是他的方法 我们说过 求主一开始早上就提醒我 把我的耳朵做一个提醒 意思呢 让我的耳朵能够打开 让我可以听像受教者一样 所以当一个先知 都懂得说要先听 再讲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了 要能够先领受 先虚心的求教 先专心的倚靠 先向神来求恩赐 那向听神的话语 学习神的真理 如此呢 才能开始开口 来教导人 劝勉人 引导人 甚至能够警戒 能够使人离开罪恶 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的一个祷告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一起要向神的祷告 共同的心智 一早就先求神 开通我的耳朵 然后让我能够听 能够虚心 能够学习 能够听见别人的 这样的一个勉励劝勉 所以能够先听 然后才能够讲 这是一个正确的次序 也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 所以主耶稣 医治了这个耳聋世界的人 第二步 开通他的耳朵 让他能够听见 然后 这是神要人得智慧的一种旨意 我们来看约伯记 约伯记 约伯记的三十六章 约伯记三十六章 我们来看第十节 约伯记三十六章 第十节 三十六章 第十节说 他也开通 他们的耳朵 得受教训 神也开通人的耳朵 可以来听见教训 然后吩咐他们离开罪孽 转回 所以 人如何离开罪 离开捆绑 不被捆住 得到释放 怎么样能够开了 离开这个枷锁 这个就是罪 要先耳朵能够听 所以神会开人的耳朵 所以我们要多多祷告神 向神祈求 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所要传福音的对象的耳朵 开那个我们想要 免疫他 安慰他的人的耳朵 听得下去 我们的 这个根据圣经的教导 劝勉 安慰 所以呢 这样子 人可以听见的 那么他们有机会 把神的话 放到心中里面 会思想 那么他们就知道 什么是罪 他们就明白 该离开罪 这个就是光明的道 使人离开黑暗 进到光明 使人离开撒旦的泉下 进到归向神 使人与这些 被称义的人 这些成圣的人 得救的人 一同来领受这个基业 所以呢 这个重要的过程 要先能够听 我们再看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这个以利护胎又说 神借困苦 就拔困苦人 趁他们受欺压 开通他们的耳朵 所以呢 有时候苦难 烤患难 不见得是坏事 神要借这样的事情 来救人 离开困苦 所以 不要太急于 摆脱 这个痛苦 或者 对这个苦难 充满了 这个 没有盼望 没有信心 神要借这个事情 让人来 找到神 所以这是 很重要的过程 也趁他们受欺压 要开通他们的耳朵 所以一个人 被欺压的人 被环境 被 他所说的命运也好 被他所说的人生的遭遇 身体的病痛 被压住了 但是我们要提醒他们 陪他们一同来 到耶稣面前 来祈求 求主耶稣 打开他们的耳朵 这个欺压是要让人来 开耳朵 听见神的道理 神的福音 神的大能 所以这个 让我们来 第二个学习道 我们必须 领受 也 来 信从神的方法 神啊 借着各种的考试 人生的问题 来让我们来寻找他 来让我们愿意打开耳朵 来 听 所以这个是要求神帮助 先能够听 下一步 才能够明白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 那我们来看 回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 马可福音七章的 三十三节 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三节 能够听以后 然后主耶稣 接下来 第一个用指头 摊他耳朵 再来呢 用土唾沫 抹他的舌头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 我们看起来 今天看起来奇怪的动作 对当时候的人不奇怪 唾异可以致病 古时候 一直人都有这个观念 我们小时候 小朋友跌倒了 抹拓印 自己去擦伤口 有一点点治疗效果 真的是有 但是对这个时候 古代的人来讲 这是一种医治的动作 所以主耶稣 用这个动作来表达 他的舌头 要被抹过 被医治 当然我们可以讲说 主耶稣的话语 主耶稣的 他的这个智慧 要赐给人 人就有讲话的能力 当然 主耶稣先开通他的耳朵 然后再来 治他的舌头 所以第三个 我们说要开什么 眼睛打开了 耳朵打开了 再来 当然我们要打开 我们的嘴巴 舌头代表讲话 所以第三个 要开什么事情 把我们的嘴巴打开 求神来打开我们的嘴巴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这个十度星传第四章 十度星传第四章 开口啊 是一件容易又不容易的事情 不经思考可以脱口而出 那这个水能在舟 也可以复舟 我们说或呢 从口出 也可能啊 把这个福啊 从言语来临到 所以啊 这个十度星传的第四章 门徒啊 见证神的恩典 这个第一个 要能够开口 来阐明神的救恩 开口见证神的福音 开口传扬神的荣耀 所以嘴巴开 就有这个能力 求神来打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十度星传第四章的 第十九节 二十节 十度星传第四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这里呢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凉吧 他们被恐吓 为什么 因为他们正在传耶稣 在见证福音 所以啊 被当时候的势力 当时候的这个 得势的人 这些公会的人 这些祭司文士 法利塞人 这些重要的这些 宗教的领导者 恐吓他们 不可以传 不可以奉耶稣的名 讲论教训人 所以这是一种 属灵的征战 所以彼得约翰 这时候到面临抉择 我要不要开口 我要不要开口 但是啊 他们决定要开口 因为啊 他们知道 他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他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啊 他们就讲了 十九节 彼得约翰就回答了 听你们不听神的话 这个在神的道理合理吗 你们自己可以考虑吧 你们也知道啊 因为你们是 明白律法的人啊 二十节 我们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好 这里就考验了 我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今天啊 我们所领受的真理 所看见的 这些见证 我们所听过 听见看见 不能不说 所以呢 不会因为 环境的 这样的一种威胁 这个 氛围的这种 这种紧张 让我们觉得 好像要闭口不讲 让我们觉得 我这时候该保持沉默 但是呢 彼得约翰告诉我们 造神的旨意 和讨神的欢喜 这个我们不能不听 不能不说 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不能不讲出来 这就是开口的能力 所以一个被神啊 释放的人 蒙神救恩的人 他有能力 看见神的 作为神的使命 他有能力啊 听到神的 这个旨意 神要救人的 这样的怜悯的心肠 他有能力啊 能够开口 见证神的恩典 这个光明的道 得救的福音 所以他们决定要讲 而且要大声 勇敢的讲 所以 这就是一个 嘴巴 能够开的人啊 的一个 做法 一个作为 所以呢 要能够讲话 这是必要的 这是重要的 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 我们看 以西节书33章 以西节书的33章 第8节 以西节书33章第8节 这里神立以西节 做守望者 33章第8节 我对二人说 二人啊 你必要死 你以西节若不开口 警戒二人 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这二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你 讨他丧命的罪 二人为什么会 最后要面临死 是因为他不离开罪 他不离开罪呢 是有可能他没有听到 或者说有可能他听见了 却不肯 却不肯听下去 就像那个耳朵 还是塞住的人 没有打开 但是呢 神警告 以西节 你呢 他会死 但是 你有责任 因为我要向你 讨他上面的罪 他上面的罪 有一部分 要归咎给你 因为你没有警告他 但第9节 如果你警戒二人 转移所行的道 你警告了 他还是不转移 继续行恶 他一样会死 他会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就自己脱离的罪 就是 你担起了你的责任 你 负起了你的使命 你 开了你的口了 神要人开口 神要人当警戒者 以西节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奉神的差遣 圣灵的差派 我们要传福音 所以我们就要讲 福音就是要告诉人 离开罪恶 尽到光明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讲 我们就像以西节这样 我们失去我们的责任 神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有责任 我们有责任 所以我们要在 这个旧婚上面 担任守望者 在这个神的恩典之中 担任警戒者 担任这个福音的传达者 我们就要勇敢地讲 不要说这个世界 气氛不好 这样的氛围 重视这个人的权利 那我们就不要得罪人 我们就 轻描淡写过去 我们就当好人 最好就不要讲 神都是爱人的 所以呢 没关系 你们只要来 神都可以 愿意接纳你们 原谅你们 全部都包容了 你不告诉他们 你在那犯罪 你要悔改 离罪 才能得神的恩典 所以不讲 就是失去守望者的责任 那么我们要担当 这些罪人 毁灭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责任 这个我们要提醒自己 要当一个忠心的守望者 就要开口 再来嘴巴开 能够穿服意外 当然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来赞免神 荣耀神 赞扬神的这个作为 我们来看 以夫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 以夫所书四章第二十九节 以夫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九节 一个人啊 舌头通了 嘴能够开的 他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充分地表达 但是这时候容易 失去一些警醒 所以就保罗啊 就在言语上面 就提醒我们 第二十九节 四章二十九节 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所以开口呢 除了传讲耶稣 传福音 再来啊 就常常呢 讲造就人的好话 所以闲话就不要讲 因为主耶稣 明讲了 将来啊 要凭我们所说的话 要定我们 有为义 或者是有罪 所以每讲一句话呢 将来在审判台前 都要被 讲那个造就人的话 叫听的人得益处 这就是一个讲话 开口的一个 给供出来 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 要谨慎 勒住我们的舌头 目标原则 再来我们看五章的第 这个十九节 五章的十九节 一副所书五章十九节 不要醉酒 对对不起 十九节 当用诗章诵词 林歌彼此对说 口唱信和的来赞美主 这里说到开口 做什么动作 做什么事 用诗章诵词 林歌彼此来对说 所以呢 唱神的话语 读神的真理 歌颂神为大 这个非常重要 常常可以引导人 来救进耶稣 所以我们在福音的步道上面 常常用诗歌 来当一个先锋 在古圣徒 也常常看到 这样的 以诗歌 在军队面前 当开路先锋 常常是得胜的一个 关键 因为 称赞神为大 所以 所以彼此对说 口唱信和来赞美神 我们能开口 能传扬神 也要来歌颂神 赞美神为大 因为这样的事情 得神的喜悦 也让人能够 在心里里头 来领会到神的伟大 愿意来救进神 再一个 我们的嘴巴 能够歌颂神 还要能够来 祷告 开口 向神祷告 我们来看 回来看 马可福音的第七章 马可福音第七章 第三十四节 马可福音七章三十四节 主耶稣做完了 手探他耳朵 唾沫抹他的舌头 接下来 主耶稣让他看什么动作 三十四节 望天叹息 主耶稣望天叹息 主耶稣不是无奈 主耶稣是告诉 这个人 依法大开了 你的恩典 从天上 从神来 让他知道 人啊 蒙恩 是从神 从 这个祷告 相信 得着 这是一个教导 所以呢 望天 叹息 这是一种祷告 我们刚刚说到 嘴巴打开的时候 要能够祷告 开口 向神祷告 这是一个 重要的 一个做法 也是神 喜为我们 做的这样的事情 能够开口 传扬 开口 荣耀 赞美神 能够开口 向神祷告 这就要得恩典了 就要蒙恩了 接下来 主耶稣说 以法大开了 三十五节 他的耳朵 真的就开了 舌头 解开了 说话就清楚了 所以呢 这一连串的动作 眼睛打开 耳朵打开 嘴巴 打开 然后呢 这是 人得救 蒙恩的过程 我们看到 这个嘴巴的打开 祷告 是我们蒙恩的 一个关键 我们看 以赛亚书的 三十七章 以赛亚书的 三十七章 第四节 以赛亚书 三十七章 第四节 这是很有名的 西西迦王 面对 生死 关键 存亡的 这个关键 因为 亚书王 的大将军 大军在外面 要来攻 攻打 这个 这个 耶路撒冷 那他已经 无力以对了 已经没有能力 去应对了 所以呢 他撕裂衣服 跟众臣 这个 向神祷告 也派人去 见先知以赛亚 他说呢 第四节 或者 耶和华你的神 听见 拉伯沙基的话 就是他主人 亚书王 打发他来 辱骂永生神的话 就是神听见 我们的苦情 听见这个 这个亚书人的狂妄 听见他的威胁 这个 听见他的这种 逼迫 耶和华你的神 听见这话 就发赤责 所以呢 我们这样希望 故此 求你为圣女的名 扬声祷告 求你 开口祷告 这就是 开口要做的重要的 蒙恩的事情 扬声祷告 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警戒者 每一个守望者 每一个想要带领人 来归神的人 要让自己也蒙神 恩典的人 要做的事情 扬声祷告 能够开口 更重要的 能够做的事情 是祷告 我们要常常 开口祷告 为自己 所以呢 这个 以西加王 这样的祈求 以赛亚先知 就来安慰了 奉神的命令 来安慰了 我们都知道 最后的结局 这个亚述大军 这个 不战 而亡 这个到了 三十六节 这个神派 这个使者 直接击杀 这十八万五千 亚述大军 都死光了 这个以色列人 白白的蒙恩得救 好 这是开口祷告的功效 所以呢 我们开口 要能够向神祷告 为自己 跟神求 求神开通我们眼睛 开通我们耳朵 开通我们嘴巴 能讲 神要我们讲的话 为家人 求神啊 兼顾他们的信心 或者开他们的心 为教会 求神啊 开福音的门 求神 兴旺 兼顾我们 所所做的功 使我们来 兴旺 祂的福音 为国家 为万人 我们都要开口祷告 为那个 可怜 需要的人 祷告 为那个 小子中的 一个祷告 这个是 雅各书里面 所说的 五章十六节 一人的祷告 大有功效 神都要听 所以呢 开口祷告 这是一个 我们要做的事情 最后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启示录第三章 二十节 启示录第三章 的二十节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三章二十节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 叩门 若有听见我 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坐席 最后一个 要打开的 是我们的心 接纳耶稣基督 接纳 这个救恩 接纳 他是救主 接纳 这个得救的 真教会 接纳这个 真理的根基 信心要存在 不要再怀疑 不要对自己 这个产生啊 不信任 所以呢 第四个 最后一个 我们也是提醒 互相来勉励 开眼睛 开耳朵 开我们的口 还要打开我们的心 主耶稣在扣我们的心门 我们要能够敞开心胸 打开我们的心 迎接主耶稣 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家里面 在我们生命里面 当王 我们来看 这个哥林多 后书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 第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一节 这里说 哥林多人啊 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 保罗表达他的内心的诚恳 他的用心 他说 我对你们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凭着真理 凭着爱心 跟你们说诚实话 我的心是宽宏的 即便你们对我有误解 十二节 你们狭窄 缘不在乎我们 是自己的心肠狭窄 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所以保罗 恳求也呼吁十三节 你们要照样用宽宏的心 报答我 因为我就这样待你们 我没有恶心 我没有对你们有埋怨 我这话正对自己 正向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这个保罗说 我的心是宽大的 我没有跟你们有什么任何的 恩怨计较 我没有这样的埋怨 请你们也接纳我 更请你们打开心胸 来明白 我向你们所说的话 是凭着真理 是凭着爱心 是凭着我的使命 讲基督要我讲的话 所以他要哥林多人 打开心胸 我想这也是我们互相的勉励 我们心要打开 容纳那个凭着爱心 像我们说诚实话的人 他们所带来的神的勉励 安慰 还有鼓励 我们能够接纳 所以我们最后再来看 把这个 马可福音七章这个故事 再看一下结论 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七节 马可福音的七章三十七节 众人也分外稀奇说 他所做的事都好 他连龙子也叫他们听见 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大家看到耶稣真好 因为耶稣一致的人 叫龙子听见 叫哑巴说话 但众人看到的是病得医治 肉体得到帮助 但是众人不愿意看 主耶稣要人看得更深的问题 看到耶稣是救主 看到耶稣是天上来的神 看到耶稣是生命的希望 是永生的盼望 所以今天很多人强调 看到神迹奇事 是他们所希望的 但是我们要如同 圣经里面 主耶稣所医治的过程 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 我们的教导 主耶稣让我们看到 祂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更要思考 今天这个笼子 舌头截了 说话清楚了 耳朵打开了 那主耶稣要我们打开什么 要我们开我们的心眼 看见主耶稣是救主 这个之前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胸 接纳这个真理 接纳祂圣灵建立的教会 主耶稣要人不是传 这个这样的事迹而已 好像人在传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医治人的先知 但是主耶稣要人看见 这个背后是天上的救主 是永生的真神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心眼打开 耳朵打开 嘴巴也打开 来荣耀真神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 耶稣基督为救主 我们也借着彼此的带导 借着彼此的劝勉 借着彼此的鼓励 来让我们的眼睛 看到主耶稣 看见这个救恩的奇妙跟伟大 愿主耶稣开启我们的心眼 开通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有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们接纳他 接受他 信靠他 持守他的这个真理 得到永生 我们见证到这里 一起再来唱赞美诗 四十六首 四十六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